欢迎大家参加5月7日的论坛 我很高兴展示我的研究成果 因为它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 我叫亚瑟维特里托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些 我一直在做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 我最近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是 1995 近代地球物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篇论文建立在我之前的研究之上 我把水下地震活动的变化与全球温度联系起来 在2016年一篇题为 地震活动与近期全球变暖的相关性的论文中 我建立了沿大洋中挤的地震活动与全球温度之间的联系 理由是更多的地震等于更多的地热释放 这在文献中得到了证实 这所做的就是海底地热的释放加强了所谓的温延循环 净效应是将更多的热量输送到北极 这就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加剧了北极的变暖 我们称之为北极放大 这种加剧是我们最近看到的 全球变暖的一个显著特征 极连效应时我们得出结论 最近的大部分变暖是由这种温延增强引起的 我们看到1997年全球气温突然上升 两年后海洋中部的地震活动也出现了相应的上升 我们将1995年大洋中地震活动的跳跃 与其他一些地球物理过程联系起来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相关图 它显示了大洋中部地震活动与全球温度的关系 因此中大洋地震活动被称为MOSA 集中大洋扩张带地震活动 GT是全球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回到1979年 这些曲线非常吻合 它们有非常非常高的相关性 相关性是0.7 这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这告诉我们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联系 为了把这些联系起来 我们查阅了包括地震学 海洋地质学在内的各种地球物理专业的文献 我们看到了Almore的快速转变 它被称为大西洋几十年震荡器 它记录了北大西洋的海面温度 我们看到了一个几乎是瞬间的转变 从复到正 也就是说北大西洋的温度在1995年突然变暖 我们还看到北大西洋飓风活动迅速增加 这些北大西洋飓风积累的能量 被称为北大西洋Ace 我们看到了厄尔尼诺 南方滔动和北半球夏季风的动力学 和变率的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也非常迅速 我们看到了北极地区春季和秋季气温的突然变化 然后是冬季气温的大幅上升 我们看到北极和亚北极的海滨急剧减少 格陵兰冰盖的冰加速流失 夏季期间格陵兰上空的云量急剧下降 我们还看到了移动速度的突然变化 极下沉寂 这是北半球的磁极 最后 我们看到了地球地理北极的方向变化 我们可以从图像上看一下 北极的温度 我们在这里看到北极的温度突然上升 这是夏季和冬季的平均值 我们看到1995年冬季的平均值上升了 抱歉 这次有点滞后 那是在1997年 但是我们看到年度平均值在黑线上跳了起来 我们在春天和秋天看到 我们再次看到这种 从1995年开始的迅速变化 我们也看到了北半球海滨面积的减少 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巧合 在大洋中部的地震活动之间 似乎有很强的物理联系 我们将继续证实这次大洋中地震活动 与全球温度之间的联系 今后 我每天都会监测这一点 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深海海洋温度数据 最终 所有这些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了了解全球变化的真相 我相信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错误的信息 我认为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最新报告在体现这一点和最终理解真相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糟糕 对于未来的计划 我正在与创意协会进行一些合作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数据库建设 有许多数据库需要构建和评估 我们最终力求得到事物的真相 也就是说 正如人们所说 真相总是最好的消毒剂 这就是我们要查明的 我们必须继续 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需要继续有这些论坛 我们需要继续把持不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 我们必须公开这些观点 这是我们能做得最好的了 现在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